學校護理師不但推展學校衛生工作 還負責健康篩檢醫療轉介等業務 5月12號是國際護師節 宜蘭縣家長會長協會號召 十二鄉鎮市家長會長 發起送愛到學校的活動 致贈鮮花與禮物給學校護理師 在我們的義務同仁在學校裡面 在疫情這段期間裡面相當的幸福 也可以使我們的學生在上學開心 那我們的老師也會覺得活心 在校長上面呢他們也很開心 那我們家長也安心 社會大眾也都能夠放鬆 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裡面 來對我們的校徒 然後把我們家長的感謝之一 尤其在武漢肺炎疫情期間 護理師不僅要為疫情把關 也要守護孩子健康 宋愛學校的活動第一站 從宜蘭國中出發 祝福他們母親節快樂 國際護師節快樂 用心為我們護理師打氣 說真的在這一段時間 每個護理師在學校都充分的 崗位賽在崗位上非常的艱辛 也非常還好有校長 還有老師們的配合 學生們的家長也非常的用心配合我們 所以在這個時間也要感謝大家 對我們這樣的一個溫馨的一個很感動 有人說啦 護理師是上帝派來的提登天使 這句話我相信現在全世界都能夠跟我一樣 可以感動遵受 尤其在512護士節的前夕 我真的要感謝我們家長會場協會 總的勇氣的 為我們宜蘭宣說的效果 能夠散發出一點吸引 全縣111所學校總共有130位的護理師 也要向所有的護理師說聲謝謝 您辛苦了 宜蘭新聞記者黃豬和採訪報導